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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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們有收到一些小夥伴們的留言告訴我們 他有一些小寶貝在夏天踢球的時候 身體就很像冒熱器這樣出來的這種情況 但是他量體溫就發現也沒有發燒 但是看今天的狀態也不像是中暑的 那也有媽媽們說他小朋友就是很容易感冒 尤其在夏天的時候 那可能一燒也是溫度也不是很高 但又不想帶去看醫生到醫院去嘛 現在畢竟是一個危險的時間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呢 所以呢今天就告訴大家 有一種方式叫做 首先呢我們需要準備的是 臉盆 裡面要倒一點點的水 然後一條小毛巾 然後呢還有一個就是 家裡擁有的酒精 好 你可以呢將酒精打開來 然後倒一點點在這個盆子裡面 稍微把它稀釋一點點就好了 就不用太多 我們只要做一點點的稀釋就夠了 然後 毛巾 沾濕了 骨幹 然後就可以塗抹在小朋友的身上 塗抹在哪些地方呢 我們說 鞋管比較充足的位置 例如說 脖子的前側啊 後側啊 背部啊 或是我們說 你的走臥啊 腋下啊 然後 腹勾 膝 膝蓋都可以 那我們可以讓我們的模特示範一下 就這樣子給他擦 你覺得感覺 有點涼 有點涼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溫度呢 它降溫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它可能適合什麼 小朋友可能差不多要燒到 37.5-38度的那個之間段的時候 可以去慢慢的去給他做使用 假設呢 家裡就是沒有酒精 那該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用溫水 稍微家裡燒一點點溫熱的水 然後一樣用溫水釋餘的部分 去幫小朋友去塗抹他的全身 讓他慢慢去降溫 那這邊可能就有一些媽媽們會問了 為什麼我們要用溫水呢 它明明就已經發燒了 我還用洗溫水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在中醫裡面呢 我們說 寒熱寒熱嘛 當你遇到寒的時候呢 你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動作 你可以去思考 今天你穿的少了 或是你在冬天的時候 有一陣大風這樣刮進來的時候 你第一個動作是幹嘛 是不是就是趕快抱緊自己 或是抓緊自己的衣服 就這麼簡單 那這是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自己有一個保護的意識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是因為寒邪啊 它有一個收影的效果 所以它會讓我們不自覺的 就讓我們身體有一個保護機制 收縮自己 就是要保護我們的溫暖嘛 那一樣 如果你用冷的東西 用你的冷水 然後去抹它 小朋友在發熱的人的身上的時候呢 它的毛孔也會 直接就是收縮下來 所以它的 熱就更不容易去退燒了 所以我們中醫其實提倡就是說 你可以用稍微溫熱一點的東西 讓它去 增散掉它的熱氣 是可以的 那在這邊呢 也要多說一句 就是 家裡啊 現在我們可能都是有 一到兩個小寶貝們嘛 都比較關愛他們 當小寶貝們發燒的時候啊 我們都會非常的著急 那 怎麼樣算是 要帶去醫院 或者說 不要帶去醫院的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 家裡寶貝們的 發燒的這個狀態 假設說今天這個發燒 它可能就燒到38度的 但是它的這個精神狀態啊 它是很好 該吃吃 該喝喝 還是可以把家裡 弄得一團糟的 不要緊 這個媽媽就可以慢慢 再去觀察一下 這表示說什麼 它身體的正氣很強 所以它的抗血能力 其實非常高 但是如果說 您家的寶貝是 可能燒到只在 37.5 甚至37.6 那麼一點點的 高溫一點點而已 可是它的精神狀態 就有點萎靡不正 我們就說 整個就很像那種 花朵那種捏的 你回答它 它都沒有力氣 那這個時候 媽媽就要特別去注意了 因為你的小寶貝們 她的身體的正氣能量 比較弱 她可能這個抗血啊 這個邪氣對她來說太強了 她有點抗 要扛不過去 這個時候就不是說在家裡 就是自己在用的 退燒啊什麼 就可以了 一定要去觀察 必要的時候 一定要到醫院來 這才是保護 我們小朋友的最佳狀態 那小朋友在感冒的時候啊 發燒的時候 父母親 或是爺爺奶奶 老爺老爺都是非常著急的 這時候你們一定要穩定心神下來 因為小朋友啊 非常純潔 他可以感染到 身邊所有人的這個緊張的氣息 所以有的時候 他可能表達不出來 他知道你們在著急 他其實看著你們的時候 他也著急了 那這對他的身體來說 是一個非常不利於他 安定他心神的狀態 所以呢 小朋友身邊的時候啊 身邊的人一定要更穩重喔 好今天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有什麼疑問想要知道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們 就這樣子啦 掰掰